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去年底Nagir發表了這套TenGee的Mesh機種 我對這套Orbit 860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在台灣上市後 我趕在農曆過年放假前就收到產品了 這邊真的是感謝台灣帶了一張 汗來科技專案的處理,速度非常快 那麼用到現在三個多月 和大家分享百日心得 不是,是100天使用心得 首先會看到Orbit 860它主要還是TenGee的規格符合我的使用需求 不過美國官網也有提到 這個無線頻寬它只有6G而已 後面我們會實測也會進一步去闡述這一點 但以TenGee Mesh的機種來說 Nagir真的是走的蠻前面的 許多廠商其實都沒有對應到這個等級的產品 也如同之前的影片提到 目前TenGee的Wi-Fi路由器其實價格都不便宜 這套Orbit 860三套組的價格是4萬多 那大家先不要太緊張 因為這個價格它其實也包含了兩台子機 所以才會堆到這個價格 相較RAX這種黑黑一台的單機設備 單台價格就將近萬元了 然後會有許多外露可以調整角度的天線 Orbit這個系列它的外觀特徵還是蠻明顯的 造型比較典雅,比較有科技感 Orbit 860這個系列它有分黑色白色 但像這套白色的外觀我覺得就非常好看 這也是我第一次拆解Night Gear旗艦等級的 Mesh的路由器機中 拆完拍完以後 真的讓我印象深刻 做工非常好 雖然它不是什麼鋁合金金屬的外殼 但它整體的機構設計還有塑膠外殼的射出成型 這些細節其實都做得很棒 大家從畫面中也可以看到 這些天線安裝還有外殼阻力 都恰到好處,非常療癒 基本規格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無線網路為AX6000的 而主機的主體器為4核心的2.2GHz 一個RAM,512M的ROM 子機的處理器也是4核心2.2GHz 不過它並沒有提到它的RAM跟ROM的資訊 主機的有線網路有一個Tenkey RAM 還有4個GIGALAN 子機部分則有4個GIGALAN Orbit的高階系列它們都沒有USB 我覺得在這方面應用上會少一些玩法 但對於這個等級的使用者來說 如果是要備份資料 可能都是直接上NAS了 首先說一下這次的測試方式 可能有一點複雜 我盡量講簡單一點 因為RBK863S的Upstream 它只能設定在Tenkey RAM的這個網路孔 不能設定在其他的GIGALAN 這裡也是規格上有點小可惜的地方啦 總之對應到機器的設定上來講 大概有兩種思路 第一種就是將它設為Router 但是呢我們的WAM連GIGALAN都不到 所以完全不可能發揮這個機器 Tenkey WAM的這個效能 因此就要換一個思路去解決 就是將其他機器作為Router 然後我們這個主角 Orbit 860這個主機 它作為AP 在機器後台後面也可以設定 直接把它設為AP的模式 那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提到的 RBK683S 它的Upstream只能透過Tenkey WAM出去 那如果直接連接到一台Tenkey的主機 那其實就是測了個寂寞 根本就沒有連上網 所以中間還要再加一台Tenkey LAN的Switch 我手上有一台 它剛好也是Negir的 型號是XS508M 那它現在就派上用場了 透過508M將整串粽子 接在Router的後面運行 並且將測試的主機 以Tenkey連接到508M 就可以作為測試RBK683S的host了 860主機上面的4個GIGALAN 我們也找了4台電腦 將它插好插滿 意圖將其有線網路的頻寬吃滿 無線部分則有一台手機一台筆電 與主機連接 而Mesh的子機部分 子機底下再去接一台手機 以及接一台桌機 那這邊4台裝置就是盡量 讓無線的頻寬利用完整 後面也有測兩台子機的情況 那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不開副本 另外講就是兩台子機的情況 就是它速度是一樣的 有線跟無線的總和 大約是5000Mbps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有點傷腦筋的 想說怎麼只有發揮到Tenkey的一半而已啊 是不是我前面講的那一大串 但剛剛想的那些測試方法都是有問題的 那後來我又回去看了一下官網規格 發現它的確是有寫到它頻寬是6G的 所以跑起來如果大概是5000多 或是接近5000Mbps左右 那其實是蠻合理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無線部分 大概就只有200-300Mbps 不是因為說它的無線網路訊號不好 而是因為跟有線 他們一起去分了這6000的頻寬 那換句話講 就不能單看它無線的部分是 1000加2400加2400 再加上四個有線網路 1000x4 所以這樣加起來你會覺得它可能是9800 實際上就會卡到它主機的主機板的 交換器功能的極限就是6000Mbps 所以對比滿血的Tenkey LAN還是有一點距離 不過對比目前大多2.5GLAN或是GIGLAN的路由器來講 那它也是高了好幾倍啦 這邊也順便分享一下 剛剛有提到有一台Tenkey的Switch嘛 那它的型號是XS508M 你有沒有開始懷疑 它的8POR會不會也有可能有平凡限制 會不會它可能是跑不到80Gbps的 它其實可以 而且還不止 規格標示它可以達到160Gbps 那這個是要考慮到 因為有線網路它是全雙工的 無線網路它是半雙工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讓你 插好插滿的Tenkey Switch 它的價格大概是2萬多 比我的4K外界螢幕還要更高 有線網路的部分大概看完 我們來看無線網路的測試部分 首先來看到5GHz 在同一個空間的表現下 其實各家的產品 如果你不是非常入門的產品 基本上它都可以跑到不錯 那真的開始拉開差距的就是 隔一道牆的這個場景 中間機種大概就會掉到 500Mbps左右 不過可以看到 Orbit 860仍然有將近800Mbps的表現 而且在隔了兩道牆以後 也有超過500Mbps 達到683Mbps 這個都是頂級規格的機種 才會有的優異表現 如果是一些中階機種 或是一些低階機種 隔了兩道牆 在5GHz的時候 有時候 甚至會比2.4GHz還要更慢 那這個目前測出來 Orbit 860的這個數據 基本上是我們近期測到 無線網路傳輸 速度裡面最高的機種 5GHz的表現這麼好 在2.4GHz的部分 就更沒有壓力了 除了在較近的距離 沒有超過100Mbps 其他都是100Mbps出頭 而另外像Orbit 860這樣的高階機種 它通常可以服務的 設備的承載力也更大 官方標示是100台的等級 那當然我們手上沒有這麼多 手機筆電可以拿來測試 但是極限撐到20台 也是穩穩運作的 好那說為RBK863S Nikeer的後台管理介面方面 基本的設定功能也都有 不過操作介面老實說就比較OSQ 手機版的操作介面就不一樣了 非常現代化 不過可以設定的功能 又不像網頁版那麼豐富 那加上我還是比較習慣 用電腦來控制網通設備 以這個價位來講 Nikeer就是這個短板比較明顯 如果你覺得網路的路由器 第一次設定以後 只要它能穩穩運作不故障 那碰它的機率可能比除夕夜還要少 那對你來講 這個可能不是什麼痛點 我還是祈禱之後 任體更新 希望可以有介面打改的機會 軟式立場的另一個特點 是這個系列它隨附了 一年的Nikeer Armor 之後訂閱的話 一年是99塊美金 那就當它是100塊美金好了 具有額外的保護功能 像是幫保護力較弱的智慧家電 簡單的漏洞掃描 還有類似自帶防毒軟體的功能 或者是保護連接的裝置 如果有偵測到異常的狀況 也會通知使用者 或者是對保護區域網路內的NAS來說 也算是多一個小保護 我覺得這些功能看起來是蠻多的 而且蠻豐富的 但是實際上效能如何 我其實不太確定 那倒也不是說它東西不好我不敢評價 而是因為我沒有能力去做這個供給的測試 所以沒辦法告訴大家 最後我們來看到選購建議 目前Orbi 860它有黑白兩色的套裝 從3顆、4顆、5顆到7顆 有不同機台的數量的套裝都有 那型號的個位數代表的是 套裝的機器數量 比如說三台的話它就是RBK863 黑色機款後面還會多一個B 這個B就代表的是Black 那可以看到價格是42700 那其實我私心覺得白色款是更好看 也不瞞各位說 如果你有去看過美國官網的價格 你會發現台灣的定價 其實本身是有點溢價的 所以跟美金的價格比起來是稍微貴一些 但我知道的部分是 像在美國官網買的那個套裝 它的保固只有一年 那如果在台灣買台灣公司貨的話 還有三年保固 比原廠的一年保固還要多兩年 也有代理商漢萊科技保固內換機的服務 另外如果要加購紫機的話 我覺得直接買套裝是比較划算的選擇 那回到機器本身的選擇上面 如果你需要完整Tanky Ethernet 然後要發揮Tanky的頻寬 那麼就要在網上選到Orbi 960 價格大概在多30% 而且這個台灣沒有賣 這次介紹的Orbi 860、Orbi 850 它們作為刺激件 價格便宜一些 但就是頻寬只有6G而已 Orbi 850又稍微在低階一點點 那規格主要的差異在於 它沒有10G的LAN 它換成了2.5GLAN 與同樣的黑色三件套來比的話 Orbi 850比Orbi 860更有CP值 但如果是白色三件套來比的話 我覺得目前 Orbi 860白色三件套的價格價差才6000塊 升級一下是比較划算的 而且可以發揮到5G、6G左右的速度 對比2.5G我覺得也是反北了 使用了100多天 除了前期為了測試機器的極限 和各種條件 所以一直去後台改設定 後面實際投入使用 即便連線裝置超過20幾台 連線都很穩定 從來都沒有檔期過 速度的表現也很好 訊號更是好的不像話 那以上是Orbi 860的心得報告完畢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